網站隊中讓我們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開始要先帶來關心到 發生在新北市土城的三死火警 這起火警發生在凌晨10分 尤其當時四樓一家人 正在替離電子充電 但在充電的過程當中 卻突然起火 甚至引發了熊熊火事 當中起火店一家四口 跟女兒的男朋友就住在裡頭 為了逃生 有的人往上逃 有的人往下逃 但是呢 有當中三個人受困在火場裡頭 也當場身亡 暗夜中 公寓竄出火車 熊熊烈焰不斷從窗戶冒出 火勢越燒越猛烈 富士還傳出爆炸聲響 住戶驚險逃命 有人睡眼輕鬆衝出來 還有人緊緊牽著小孩逃出 但有對面的住戶發現 起火的公寓後方 有兩個人站在陽台 跟鄰居的鐵皮屋頂上帶酒 兩人小心翼翼移動 但又很焦急 因為還有家人困在火場中 警銷人員衝進火場救援 把受困的住戶帶出火場 但已經失去聲明跡象 年輕女性 她有在呼酒 然後同時間又聽到那種 這一次短路的那噼里啪啦的聲音 那走出來的時候 同時也有看到就是 我們都已經很明顯都在一起 往窗戶那邊燒了 就是他們的窗戶 凌晨三點多 新北市土城發生公寓火警 這場大火奪走三條性命 火警發生在七層樓的公寓內 消防人員初步調查 起火點是未在四樓的客廳 疑似是禮電池冒出火花 聲音大到連鄰居都聽到 不過火煙竄生得很快 迅速向上延燒到頂樓 屋主和女兒逃出來 但屋主的妻子和兒子 被發現困在六樓 女兒的男友則是在七樓 三個人死亡 其中女兒的男友被鐵皮壓住 困在七樓的樓梯口 無法逃出當場死亡 警銷人員發現 屋主家中有原液相關設備 疑似爆炸的鋰電池 就是其中一台割草機的 但火勢怎麼會竄生得這麼快 還要等火掉人員來釐清 其實在起火的這一棟民宅 是以樓中樓的結構 所以當時在火警發生的當下 其實火勢是迅速的往上蔓延 當然農煙也是非常的令人驚嚇 而當中呢 在這一家四口還有女兒的男友 這五個人是一度受困在火場裡頭 父親跟女兒是選擇爬窗逃命 其他的三個人則是往上逃生 但沒有想到就在樓梯間裡頭不幸身亡 警消就提醒大家了 如果在樓梯裡頭你已經發現濃厭的話 而且感受到聚熱就千萬不要靠近 樓中樓的格局 室內就會有像這樣的樓梯 可以一直通到樓上 而住戶表示當初在買的時候 就已經蓋好了 新北市土城這處社區外觀看上去 一共六層樓 一到三樓一戶 四樓以上是一戶 樓上住戶唯一的出入口 只有四樓的公共樓梯 有的是這樣 有的是從中間這樣上去的 有的是這樓梯是在後面這樣 類似都這樣子 有三款而已 發生火警的這戶一家五口 四樓是客廳和廚房 父親和母親住五樓 女兒和男友住六樓 兒子則是住在七樓 凌晨三點多火災發生時 其中三人來不及逃生 59歲的母親和兒子分別被發現 躺在六樓的樓梯以及六樓廁所 女兒的男友則被鐵皮壓住 困在七樓的樓梯口當場死亡 唯一逃出來的只有父親和女兒 被鄰居募集攀爬在遮雨棚 鐵皮屋頂等待救援 原來他們發現有火之後 從房間對外窗逃生 濃煙可能使得另外三人 在樓梯迷失方向 甚至最後昏迷 沒能回到房間往外逃 有沒有 煙已經到上面了 有看到嗎 一瞬間它已經到上面了 它放進來不到三秒鐘的時間 煙已經到上面了 各位有看到嗎 火場最致命的就是濃煙 透過消防人員的模擬影片 可以看到只要門沒有關好 煙和熱就瞬間往上跑 而這個建築物當中的樓梯 就像這回起火的民宅 屬於樓中樓設計 逃生時如果遇到濃煙或感受到熱 千萬別靠近樓梯 可以關門待在安全的室內 用毛巾或是衣服塞住門縫 阻擋濃煙等待救援 父親和女兒驚險逃出 卻再也沒看見心愛的家人 TV新聞綜合報導 很多人都想買房子 所以現在也要看央行 到底怎麼樣來處理 不過我們記者形容說 這次的央行真的不驚喜 宣布維持利率不變之外 是宣布重手打房 除了存準率調高一碼之外 7月1日就會正式實施 另外在六都加新竹縣市的部分 是第二戶現代六成 從6月14日開始實施 不動產業者就說了 其實非常突然立刻上路 殺傷力實在太大 另外在建商的部分 則承認說買氣恐怕會跟著重挫 而目前看起來其實影響最大的 還是有打算買第二戶 這個計畫的民眾自貴款 必須要準備多一些 這次央行真的沒surprise 符合市場預期 13日宣布維持利率不變 但打房倒是有備而來 面對房市太過火熱 央行大動作調升 台幣存款準備率0.25個百分點 從7月1號起實施 更祭出第六波信用管制措施 針對六都加新竹縣市 第二戶房貸陳述 從7成降到6成 6月14號起實施 而不動產業者表示 立即上路殺傷力極強 以三千萬元的房子來說 貸款乘數再緊縮 等於換屋族要短時間內 多升出三百萬元交屋款 泰家開發 董事長呂金發則表示 賣氣一定立刻重挫 整體市場上面或許也不如說 暫時會有一些這個停看廳的狀況 也就是說不管是建商在推案上面 是不是要看一下政府的風向球 就連香林建設集團董事長賴正義也直言 建築成本高漲 建商利潤大減 希望政府別再打壓 一年大概只有兩到三趴的利潤 算是艱苦行業 是不是請中銀行能夠體恤業者 事實上目前我們的銷售狀況 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好 這次央行深准不升息 也讓有購置第二屋計畫的民眾臉綠了 因為自備款上恐怕就要多準備 房市是否真會因此由熱轉冷 各界關注 貼北的新聞新聞下的劉璇 SNG小組 相報道 上海台辦主任鍾小敏 現在就在台灣 而是帶著上海雙城論壇的先前團 來台灣參訪 而在今天早上 他跟台北市長蔣萬安碰面了 大家就有很多的想像空間 認為說未來兩岸之間 有沒有可能再度春暖花開呢 我們來聽一下他是怎麼回答的 他是說很好 謝謝關係 謝謝 戴著親切笑容 揮揮手 身穿白色西裝外套的 上海台辦主任鍾小敏 現身台北師傅 十三號一早和蔣萬安見面 雖然晚到十五分鐘 但兩人將近半小時會談 氣氛依舊很融洽 不是啦就是成績 升級有沒有感受到大部分 作為今天台北上海雙城論壇的先前部隊 鍾小敏一行人十二號抵臺 先參訪松菸 台北大巨蛋 預計待三天還會看北流北義 廣瓷園區 動物園等等 而這也是二零二零年疫情以來 首度有上海台辦的主任級別人士來台 訪台層級明顯比過去提升 也被解讀為上海市長公正 親自赴雙城論壇先探路 盡力爭取 最後恐怕還是得過中央那關 隔了一年以後換了賴清德當總統 鍾主任終於可以來了 我們可以感受到賴政府其實也逐步的在放寬 兩岸交流的層級 在那一次拜訪鍾小敏主任的時候 我們也提到說繁花在台灣很受歡迎 服人當時就隨口講了一句說 那我爸胡哥帶來好了 胡哥這回快省台灣十二號和青年導演分享拍戲經驗 跟提到如果有機會的話要在雙城論壇交流過程中表態 跟台灣年輕創作者說 我是一個既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如果大家有好劇本一定要找我 而台北市文化學長蔡思平也不忘當其粉絲請他在小說上簽名 雖然和鍾小敏不同團或許也是陸方善意之一 不過一度傳出是海際會董事長鄭文燦協助穿針影線才成行 董事長怎麼看說這胡哥來台灣是不是你負責在中間簽線的 沒正面回應四年前四年後 我方對陸態度似乎悄悄變動 TV生小紅蘭片有韓桑報導 國一焦點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日本跟北韓現在到底在談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到一個最新消息喔 是南韓的中央日報獨家報導說 其實在5月中的時候呢 日本跟北韓就在蒙古密會 在這場會議上面 其實總共有北韓三位偵查總局的人員參與這個會議 而這個偵查總局喔本身就隸屬金正恩是直屬的狀態 所以說當然這個國安還有相當高層的國家官員 互相面會到底要談什麼 就讓大家有很多的想像空間跟好奇空間 牧傳喔大家認為說這個層級見面要談的 當然是為北韓的經濟跟外交來尋找突破點 但是日本為什麼要去呢 大家在討論可能那個原因就是還是很希望北韓可以釋放說 在之前他們逮捕的這個日本公民 雙方希望有這樣子的一個交換 但是這件事真實性如何 現在大家認為說這個真實度蠻高的 為什麼要看到日本的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 他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這件事太敏感了 所以無法置評 所以代表說 就是有可能算是反面的證實這樣的消息 也讓大家想像空間又再大了點 而且這件事其實如你往前來看的話 似乎還這麼有這麼一回事 因為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包括岸田文雄日本首相 還有這個金宇正就不斷在討論說 金正恩在討論說 有沒有可能日本跟北韓雙方來舉行一個峰會呢 而且當時談的風風火火這樣的傳言 也不斷的釋放出來 但是到了3月份的時候 金宇正就突然語帶強硬說 這件事完全談不了 而且到現在5月份傳出了雙方會面的消息 當然也讓大家對這一次的蒙古會面 有更多的一個想要討論的機會 但是我們說到日本 現在也都是被認為說 美國在整個亞太地區非常重要 一個軍事活作夥伴 但是這樣子的活作夥伴的聯盟 會不會越來越大呢 包括是荷蘭印度土耳其的軍艦 還有義大利的航空母艦 在8月份也都會來到日本 而荷蘭印度跟土耳其的軍艦 則是早就停告到了日本去 另外在德國、法國、西班牙 也計畫要派戰機來到日本 當然很大而且非常重的標的 當然就是對抗中國大物的失利 日本產經新聞就說了 這代表說這些國家 對這些地區抱有危機感 所以大家也認為說是劍指中國 有這樣的聯想跟這樣子的解讀 不過說到劍指中國 其實大家也都非常關心的是台海議題 曾經精準預言了 這個俄羅斯會進攻烏克蘭的 這一位日本國土安全部的顧問 叫做阿爾佩洛維奇 他接受了TVBS的評論員余文奇的專訪 他又說了針對台海問題 他是怎麼看的 他說中共在2028年到2032年 這個期間是有可能來進犯台灣的 至於對於美國 他說其實美國應要承認 美中兩國現在就是已經處在冷戰狀態 TVBS宣方美國國土安全部顧問 新書中他想像中共奮台的時期點 很有可能是2028年11月13日之後 這位專家曾準確預言普希會入侵烏克蘭 對於台灣他考量的是習近平進入第四任期 美國則是全新的政府團隊 不會暫時川普或拜登 全球局勢的變化 就擔心對岸見縫插針 等於台灣軟入冷戰時期的西柏林呼籲 美國國內應該持續強化台灣的不對稱戰力 經濟上也應該對北京有所行動 另外我海巡4000噸級海巡艦 新竹號12日早上被發現 停泊在美國夏威夷的檀香商港 我們不會去思考 它到底是在2028 2035 或者是在明天就採取行動 因為隨時隨地不分平戰時 去確保我們的國家安全 是國防部無可旁貸的一個責任 外交部不會議測或評論 中國是否攻台或是核實攻台 政府的政策很清楚 就是秉持四個堅持 不卑不亢 維持現狀 這是自2011年來 華海巡艦再度造訪夏威夷 台美拓展各層級交流 畢竟強化安全 不能淪為紙上談兵 新竹艦正在執行 今年度的第一航廁的太平洋遠洋公海巡護任務 這是例行的任務 DBS新聞 黃富華 崔州群 溫綺 劉婷廷 華府台北採訪報導 而接下來大家也都會把目光 尤其是軍事迷的目光 聚焦在環太軍演上 其實在6月27號到8月1號的時候 夏威夷群島還有周邊的區域 就要開始舉行環太平洋軍演 在這次的陣營當中 總共有40艘的水面艦艇 3艘的潛艦 以及14隻的B面部隊 超過150架的軍機 都會參與這一次的聯合軍演行動 另外他們要演練的科目有哪些 包括是反潛作戰 多艦水面作戰 多國兩極登陸 以及士兵演練 甚至在航艦打擊群的部分 也會多軸的來防禦演習 在這一次總共有29個國家聯合參與 包括是四方安全對話 還有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 所有成員國 在這一次也都全員到齊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在這一次的聯合軍演當中 聲勢局卻是非常浩大的 另外也在剛剛的新聞當中 有看到4000噸級的海巡艦 新竹號現在就停泊在夏威夷的 檀香山港 所以大家開始聯想說 他有沒有可能參與這一次的 環太平洋軍演呢 目前看起來機會是比較小一點的 因為海巡處說他是正在執行太平洋的巡護任務 算是一個例行性的任務 但是國防院的所長蘇紫雲他有不同的解讀 他認為說台美海巡合作備忘錄現在是逐步的在落實當中 雖然距離參加環太平洋軍演還是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在未來不排除 有可能會以觀察員的身份來參加環太軍演 所以說這當然是這個台美合作非常重要的精展 以這個蘇紫雲蘇索法的看法來說是這樣子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說到這個俄羅斯跟美國的衝突 相信大家會聯想到是1962年當時的這個古巴危機 現在大家開始在討論說有可能再度上演嗎 因為自從美國批准了烏克蘭使用美元的武器來攻打俄羅斯的邊境之後 俄羅斯跟美國的關係似乎再度往惡化的方向走 尤其要來看到是俄羅斯的戰艦現在開到了古巴去 距離佛利達州只有145公里 所以外界解讀說這根本已經來到了美國的後越 威脅的程度非同小可 21小禮炮劃破天際 古巴盛大迎接俄羅斯海軍艦隊 浩浩蕩蕩駛駛駛入哈瓦納港 包括可搭載高石極音速飛彈的巡防艦 高西科夫海軍上將號 和核動力潛艦喀山號 以及郵輪和拖船一共四艘 這天天空灰蒙蒙 但無礙古巴民眾感到海濱大道一睹為快 岸邊也有俄羅斯外交官揮舞小國旗 古巴和俄羅斯這兩個長期盟友 在此刻似乎找回冷戰時期的感覺 有些歷史的結束 第一次是和蘇聯軍 現在是和俄羅斯 這件事在我的 opinion 是很重要的 我印象很大 我印象很大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 太近的船 很大 我印象很大 我印象很大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 俄羅斯身為中南美洲古巴 和委內瑞拉的盟友 軍艦和軍機定期短暫訪問 加勒比海地區 但這回規模 時間和地點都相對敏感 根據俄羅斯國防部 抵達古巴前 俄軍艦隊先在大西洋 舉行高精準武器訓練 包括從超過600公里的距離打擊目標 另外也進行防空火力演習 之後航向古巴 刑警美國佛羅里達州沿岸 距離最近僅145公里 連在佛州附近的觀光郵輪乘客 都看得一清二楚 不過白宮倒是淡化俄國軍艦 指導美國後院疑慮 我們看到這些 俄羅斯軍艦隊 在古巴 在俄羅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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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美國和古巴官方都說 船艦沒有攜帶核武 不過時間點很剛好 G7七大工業國峰會 週四起在意大利登場 更重要的是 十多天前 美國總統拜登 才對烏克蘭開綠燈 允許烏軍使用美國武器攻擊俄羅斯境內 以保護烏克蘭第二大臣哈爾克夫 俄羅斯總統普清上週五 已對西方國家發出警告 二軍大張旗鼓派最新銳船艦到美國後院 顯然不是沒有用意 就是要向美國展現軍事肌肉 俄羅斯的艦艇現在到了美國的家門口 那麼他會不會將來也把類似的導彈賣給古巴 賣給敘利亞或者是賣給伊朗 這個實際上是和美國的一種針鋒相對的博弈 而這樣的場景更多是讓人想起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 當年蘇聯為了反制美國 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彈道飛彈 在古巴部署了核彈頭 被認為是冷戰最接近升級為全面核戰的事件 不過專家說 時代已經不同了 雖然古巴官方說不參與烏克蘭戰爭 也禁止公民參戰 但古巴傭兵持續在烏克蘭作戰 上個月古巴總統第四次會見俄羅斯總統普欽時 也公開駐他烏戰成功 不像第一次冷戰爭 古巴人現在不是任何意義的角色 而是經濟的必須 古巴正在悲慘的經濟狀態 而俄羅斯是唯一的國家 能夠提供大利的幫助 正如在俄羅斯當中 今年3月 俄羅斯運了9萬公噸石油 給古巴緩解缺油危機 也承諾駐哈瓦那各項計劃 從糖生產基礎建設 到再生能源和觀光 俄羅斯艦隊預定停留到17號 之後可能轉往委內瑞拉 請示範綜合報導 AI就是大家的超能力 而且光靠AI也把蘋果變成金蘋果了嗎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全球百大最有價值的品牌 第一名是誰呢 是蘋果Apple公司 連續三年拿下冠軍 而且價值超過了兆美元 當中接下來包括第二名是Google 第三名的是微軟 第四名的是Amazon 還有第五名就是麥當勞 但是看到第六名 或許大家會覺得蠻開心的 就是揮答最佳進步獎 為什麼說它是最佳進步獎呢 因為它進步的幅度 當然還有過去它在股價上的表現 哇大家有目共睹總共進步了18個名次 而且品牌價值也是增加最多的一家公司喔 增加了178% 所以在這一次榜單上呢 所有的品牌的市值送額增加了20%之外呢 在疫情過後所有的服務類 還有再加上AI的加持之下 更是這個突飛猛進 包括是商業技術還有服務平台類 也增加了45% 但是回過頭來說 蘋果我們剛剛為什麼要說 AI就是大家的超能力呢 因為AI真的讓蘋果的股價再往上衝 有一位蘋果宣布 他們要進軍這個深層式AI 把這個自家的Siri 還有呢這個ChatGPT的服務整合在一起 其實市場是非常看好的 認為說強強聯手 接下來新一代的iPhone 是有機會銷量再度提升 所以反應在股價上的話 在6月12號這一天呢 美股的盤中是一度超車了微軟 重新回到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 當然這個未來可以說是後市看長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也跟這個蘋果說 未來你只要拿蘋果裝置 你就不能進來我們公司的這位馬斯克 現在呢他也爆料說地下情史真的是 但是我沒有想到會講到這張CG 因為整個編年史排下來還真的是滿滿的 因為最新的這個一次爆料是說 他是在2017年到2019年的時候 他跟他小20歲的這個實習生 嫩妹啊其實發生了關係 然後也讓這名嫩妹火速的晉升主管 另外呢在2016年跟2013年的時候 當時也因為這個自己的私德關係 出現了一些非文情況 但是看完他的非文還是要告訴大家 他的生下現在是再度的往上飆漲 因為呢特斯拉的股東會 在今天通過他的560億美元的薪酬案 而且他也會拿到特斯拉25%的股份 SpaceX的老闆伊萬豐馬斯克多情多驚 已經生下11名子女 現在又被華爾街日報踢爆 馬斯克根本就把自己公司當成後宮 伊朗馬斯克是在建立一個 生物的房子 他們為了無法判斷 為了提起性質疑和性質疑 多名員工就爆料說 馬斯克秘密情史很豐富 包括2017年看上小20歲的嫩妹實習生 讓對方空降主管 2016年還要幫空服員買馬換取親密接觸 2013年還有女員工出面指控 馬斯克逼他生小孩 前員工爆料馬斯克就是性別歧視的根源 常常評論女性的內衣尺寸還開黃腔 更逼員工要追蹤她的X帳號 看她發廢文 不過馬斯克現在可是樂歪了 周四特斯拉股東會通過 他560億美元的薪酬方案 他曾經放話說 若不給他加薪 他就要去其他公司發展AI科技 不過蘋果跟OpenAI結盟之後 外傳馬斯克為了打對臺 打算攜手南韓三星推出AI手機X Phone 馬斯克回應說不無可能增添想像空間 你覺得這麼大 大家還記得疫情當時呢 其實很多國家的港口都塞爆了 而且呢也催生了讓大家 如果你有買長榮的話 這個股票真的是漲得非常高 但是現在的塞港危機又再度重演了 主要還是地緣政治緊張的關係 夜門青年運動 紅海上攻擊商船 連帶讓很多的船運公司 乾脆避開蘇伊士運而繞遠路 繞過了好旺角 但如此這樣子的路徑轉換的狀況之下 就讓他們無法在中東補充燃料 也無法卸貨 所以去哪裡呢 繞道去到了新加坡 也讓當地的商港呢 利用率現在逼近了九成之多 所以基本上已經接近了百分之百 當然現在有再多的需求 再多的這個運量的話 恐怕也都會讓新加坡的商港跟著塞爆 尤其新加坡有什麼優勢呢 它可以連接歐亞航運的路線 還可以補充燃料 也可以讓這個貨輪的輪重重新分配 但現在這麼滿的狀況之下 哇 價格一定是水漲船高的 而且不免俗的 還是會有延誤上的壓力 所以為了呢 讓全球的航運可以更加的穩健 因為大家還記得當時在疫情的時候 主要全球的晶片斷裂 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 沒有辦法運貨 尤其海運在當時也是一個 算是算賺很多 但同樣也讓全球民眾 非常不方便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G7的時候呢 他們要成立小組 在G7要成立小組 主要我們先來看到 是一個非常重的任務 是要協求全球的晶片供應鏈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疫情 還有當時的業者誤判 導致全球的晶片短缺 當然也影響到了各國的半導體狀態 而且呢還有貿易戰 以及歐美國家 現在希望可以移到國內施展 就是避免這些晶片鍛鍊的危機 這樣的噩夢是再度從演 還有通訊當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G7的這個特別小組呢 也要討論的是這個海底電纜的連接業務 尤其也是鴻海它當中的海底電纜 出現了受損情況 要進頻道的修復 但是因為地緣政治真的太過緊張了 所以這時間呢拉的非常長 再來它其實也有可能危害到 全球網路的安全任性 所以G7這個特殊的小組 將會來處理海底電纜 以及全球晶片供應鏈 讓它增加任性不要斷裂 這是它非常重要的幾個主要任務 但是呢我們就來看到電動車了 中國的電動車長久以來 現在包括美國要對它課程高關稅之外呢 現在加入戰局的還有歐盟 而且歐盟其實已經講很久 但是現在確定在7月4號開始 只要從中國進口到歐盟的電動車的話 都要被課最高來到了48%的關稅 主要是因為歐盟認為說 你這樣中國這樣一條龍的 去補助你所生產的電動車 從頭到尾對他們的這個當地企業 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 也造成了他們利益上的損失 所以才刻意中稅 但是對很多的歐盟國家來說 他們更擔心的是 這會不是一個欺傷權呢 傷了別人 反而對自己也有更大危害 去年從中國上海超級工廠運出了最多電動車 進入歐盟市場的特斯拉 執行長馬斯克儘管強調 不希望歐盟走上美國的加稅老路 最終卻事與願違 歐盟中三預先宣告的懲罰性稅率 根據企業此前配合調查的態度有所不同 配合度最高的比亞迪加稅幅度為17.4% 極力為20% 至於配合度最低的上汽集團 加稅幅度最高達38.1% 其他包括特斯拉 法國雷諾 甚至德國BMW在內 只要在中國生產的電動車全部都被加稅 再加上歐盟原本就對進口電動車收10%的稅 這個可能從下個月4號開始生效的中國電動車進口關稅 最高將達到48.1% 逼近五成 歐盟在去年10月正式開啟反補貼調查 如今初步確認 從鋰電池礦區的原料端到電動車製造 再到出口到歐盟的運輸過程 整條供應鏈都受到中國政府補貼 北京當局則在口頭上炮火全開 從產業界到政府的商務部與外交體系 全都對歐盟加稅做法表達強烈不滿與堅決反對 歐方以此為由對自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加徵關稅 違背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貿易規則 損害中歐經貿合作 還強調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另一方面中國官媒則積極宣傳 德國與匈牙利當局都表明不贊成歐盟加稅 擔憂可能引發歐中貿易戰 此外歐盟對中國進口電動車加徵關稅也很可能會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因為從中國出口到歐盟的電動車雖然在過去七年 飛速成長了24倍 歐盟去年更以134億美元貿易而佔比將近四成 成為中國電動車的最大出口市場 但這些進入歐盟的中國電動車高達六成都是歐美品牌 上汽MG與比亞迪等中國品牌佔比僅四成 而中國品牌電動車在歐盟的市佔率目前約為百分之八 因此歐盟的加稅同樣會讓在中國設廠的歐美電動車企業利潤下降 分析坦言在北京當局通過政策傾斜等方式全力發展出口新三樣下 除非克徵50%以上的關稅 否則中國品牌電動車低價而且仍能生存的模式仍將持續入侵歐盟市場 反而是受影響的歐美電動車品牌可能會撐不下去 而歐盟當前宣告的加稅還保留與中方協議的空間 並且需要等待11月各國貿易部長的表決結果 才可能從臨時性關稅正式定案 但如果届時歐盟加稅成定局 歐盟與中國的貿易戰有可能一觸即發 尽管如此包括法國干液生產商空中巴士飛機製造商 以及西班牙農民都加強戒備 歐洲精品業也有被貿易戰掃到的可能 據了解法國與西班牙都是歐盟內支持加征關稅的國家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中東國家歷經了一個不平穩的夜晚 包括是伊拉克的北部 因為在這裡的煉油廠發生了大火之外 另外在科威特的一個工人的住宅大樓 是殘到了二火吞噬 至少造成了49個人死亡 黑煙竄天 烈焰火蛇不斷從低樓層窗戶竄出 這段觸目驚心的畫面發生在中東國家科威特南部 當地一棟工人住宅大樓12號凌晨發生惡火 奪走至少49條人命超過50人受傷 這場大火來得突然 不少人在睡夢中吸入濃煙喪命或被活活燒死 還經常有人緊張到跳樓逃生不幸身亡 死者當中大多都是來自印度的移工 聽聞這個消息剛連任的印度總理莫迪也在X平台上 PO文哀悼 只是為何一下子就奪走這麼多條人命 據傳這棟六層樓工人宿舍裡頭 竟然住了將近兩百人科威特當局 則歸咎於建商貪婪釀貨 同樣位在中東的伊拉克也發生大火 北部一處裂油廠的釐清促成設施 慘遭熊熊烈焰吞噬 滾滾濃煙直竄天際 儘管40組消防隊拼命打火 火勢燒了6個小時依舊未受控制 導致至少10名消防員受傷 還有兩人失蹤 至於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TPB的新聞綜合報導 水火無情剛剛看到的是火的部分 另外在降雨的狀況 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南部地區 是受到了強烈的風暴影響 很多地方都陷入了水傷澤國的局面 尤其是邁阿密的國家氣象局 就警告說有4個菌 將會出現危急生命等級的洪水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美國佛州邁阿密街道上 車輛卡在洪水中 水位還在不斷上升 快要淹到車窗 哈蘭戴爾海灘附近道路也被淹沒 居民坐在獨木舟上滑降前進 美國舟山強烈暴風系統 從墨西哥灣橫掃佛羅里達州南部 其中4個郡恐怕出現危急生命的洪水 使得佛州州長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你有沒有看到這種風暴風 沒有 沒有在20年 我意思是一次但不像這個 暴雨和洪水嚴重影響當地基礎設施 公路 學校 停車場都緊急關閉 邁阿密國際機場至少有326架航班 老的代保國際機場也有超過284班 都被取消 佛州洪水警告將持續到週四上午 超過800人受到影響 不僅如此 該天氣系統還有可能發展成 今年颶風季的第一個熱帶低氣壓 房子滑落山壁瞬間解體幾秒內全潰 在智利中南部也出現嚴重洪災 受到熱帶氣旋襲擊 智利中部的比奧比奧地區 至少四百個家庭被迫撤離 二點四萬戶停電 近兩千棟房屋遭到損壞 目前已知26人受傷 307人受困 搜救行動仍在持續進行 TVS新聞綜合報導 而這幾天天氣都非常悶熱 尤其在中國大陸也迎來了高溫的季節 這一波熱浪會持續到16號 而且中央的氣象台 也是中國大陸的中央氣象台 連續七天發出了高溫預計 尤其如果你把這個雞蛋拿去賽的話 哇就是可以熟透的狀態 另外在華北的地表 高溫也突破了70度 攤販老闆把生雞蛋一顆顆排列整齊 曝曬在陽光下沒多久 就變成熟雞蛋 大陸新疆吐魯番高溫 去年創下52.5度歷史紀錄 沙寮中心裡高低錯落的沙丘 撐起各式陽散 民眾將身體疼痛的部位 埋在滾燙的沙子裡 還不停補充熱茶 宣稱對風濕性關節炎 脊椎疾病有治療效果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是 現在的冰品和水基本上都是得天天補貨 有些商品一天能達到100多盒左右 氣溫實在太高 山東滋伯的醫院 中暑患者跟著變多 大陸華北平原 進入今年最強高溫季 中央氣象台連續7天發布高溫預警 預計這波熱浪將持續至16號 連空氣都是熱的 地面必然更燙 昨天實況我們也可以看到 午後這一代 地表溫度普遍是在五六十度以上 局地甚至已經是超過了70度 河南 山東 河北 每天高溫持續超過8小時 極可能打破歷史紀錄 也因為高溫無雨 讓河水斷流 農田枯黃一片 山東農民按照習俗跪地求雨 祈求神佛垂帘 早早天降甘霖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G7領袖峰會在意大利舉辦 而在這次要討論的話題 除了這個有烏克蘭的議題之外 還會針對中國大陸的產能過剩 來想出陰影之道 美英日德法裔以及加拿大 各國領袖下午排排站 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亞 舉行的G7領袖高峰會 正式開幕 謝謝 這次峰會在當地豪華度假村舉行 警方出動潛水員 在制高點架設居集監控點 5000名警力加上民房人員 動員將近1萬人 東大主意大利為領袖們準備的禮物 是精品訂製的領袋與皮包 該品牌所有領袋款式都是限量 而將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拿去資深利息援助烏克蘭 也將在峰會中討論 責倫斯基也將親自到G7會場 預計跟拜登共同召開記者會 另外峰會也將觸及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 不過G7領袖明年可能大換血 美英法三國大選在即 加拿大明年也要選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面臨逼宮 可能提前改選 也就是說明年G7峰會 八個主要領導人 恐怕不再是現在的組合 中國大陸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到了紐西蘭去 而且雙方都認為說 有機會再深化雙方的關係 尤其有陸特社就說了 紐西蘭是在五眼聯名當中 相對來講對中國大陸比較友善的一個國家 所以中國大陸再加上是 紐西蘭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雙邊的經貿有機會進一步生活 高中生垂胸頓足表演戰舞 展現當地傳統特色 由紐西蘭總理盧克森親自接待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 13號抵達紐西蘭 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 這也是七年來 由大陸總理造訪 渴望替中紐關係再加溫 紐西蘭農業部長與大陸商務部部長王文濤簽署文件 總共七項協議代表中紐雙邊經貿合作進一步深化 中國大陸是紐西蘭最大貿易夥伴 去年雙邊貿易金額高達7600億新台幣 紐西蘭政府樂見經濟發展 但民間對中國的抗議聲浪卻如影隨形 有人拿著紅布條歡迎李強 同時也有團體高舉標語 質疑中國大陸的移植器官來源不明 不僅如此 菲律賓也有民眾拿著小熊維尼娃娃 在中國駐馬尼拉使館前 要中國滾出南海 這是我們的方法 告訴中國 我們有一個歷史的歷史 為應應南海局勢 菲律賓計畫在蘇比克灣的前美國海軍航空站 就職打造新基地 強化南海空中監視和投射能力 中共解放軍沒在怕 南部戰區派出三艘055型導彈驅逐艦 和052C型導彈驅逐艦海口艦 展開六天午夜的實戰化訓練 並模擬海上補給與菲律賓隔空校正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時代雜誌最新一期的封面 就是我國的總統賴清德 但是在文章裡頭 他點名出的 是他未來會面臨到的挑戰 可能不是中國大陸 而最具威脅的反而是美國 而且題目就造作台灣的失戀 最新的情況請記者許代宣來告訴我們 總統賴清德登上美國時代雜誌 本期的封面人物 時代雜誌刊出專訪賴清德的內容 談到中國大陸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 拉攏我幫交國 賴清德說希望世界上每個國家 都能夠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 台灣必須加強跟國際社會的連結 才能夠確保主權不被侵犯 而時代雜誌在報導中也分析指出 賴清德上任之後最大的難題 不是中國大陸而是美國 因為美國前總統川普可能會回鍋掌權 川普對外政策反反复复 台灣問題也跟著走鋼索斑 充滿不確定 時代就提醒台灣可能會被美國政壇利用 來當作報復大陸的工具 報導還提到全球九成的先進晶晶片 來自台灣 若是台海爆發了戰爭 全球經濟損失可能會高達10兆美元 相當於全球10%的GDP 報導也引述美國參議員的說法 認為台灣面臨來自中國大陸的生存威脅 這也會影響到美國跟其他盟友的安全 如果有人在國外可以吃到台灣的家鄉味的話 當然會非常開心 台灣的美食大廠就跟波蘭的雞肉供應業者 一起來合作要製作手餃子的餐飲系列 這條生產線預計在8月份開工 但你一起來看看現場狀況 Q彈麵皮包覆滿滿豬肉餡 下鍋煎到滋滋作響 手頭後起鍋 這一道使用台灣配方做的日式尖角 台灣食品大廠把這一味帶進波蘭 要做到讓歐洲人讚不絕口不簡單 洗手波蘭當地的雞肉供應大廠 建立手餃子生產線 麵粉經過打麵機製成麵團 通過壓輪將麵袋厚度控制在 最適合的口感1.2毫米 緊接著放入內餡合膜 這還沒完 這麼好吃的水餃在上桌之前 還得經過這個關鍵步驟 在合膜之後 餃子會經過這個分層機 把每一顆的重量控制在22公克 以達到品質統一 一條龍產線計畫在8月開工 一個小時大約可以生產4萬顆 日產能超過60萬顆 量產之後可以達到100萬 目前歐洲市場消費者 他們接受度比較高的產品 就差點類的 然後之後我們會陸陸續續 再把我們的掛包 我們的肉包 其他的產品再陸陸續帶過來 歐洲美食商機大 各大餐飲集團搶布局 除了奇美 漢典 冷凍 調理 食品 以一碗冠軍牛肉麵賣進英國市場 乾杯旗下的品牌老乾杯 主打和牛跟燒肉 噴噴店計畫在今年開幕 而春水堂則是搶先在2022年 以加熱即時的茶食系列 正式上架英國超市 台灣飲食軟實力 讓世界看見台灣 地獄新聞 劉沈宇捷 波蘭採訪報導 再來看到古巴 如果想要吃到這些東西的話 當然除了買不到之外 他們當地的生活 也因為通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尤其他們受到美國的經濟制裁 這三年的通膨率飆到了50%以上 所以在銀行也出現了擠兌狀況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手上有現金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們的經濟狀況來說 有三成的現鈔在銀行 其他有70%都在市面上流通 而古巴皮索現在也在黑市上大幅貶值 跳進大海裡消消暑 受到聲音現象影響 古巴今年五六月 就熱到讓人受不了 這個月很可憐 所以我必須拿著一盒子 放在那裡 因為當時我必須要走 一腳步 古巴今年五月 可能創下73年來最熱紀錄 白天動則35度的高溫 偏偏此時還要在大太陽下 排好幾個小時來領錢 更是崩潰 最氣的是還可能領不到錢 古巴從今年初就瘋搶現鈔 儘管政府開始推行線上交易等等 但是古巴經濟常年疲弱 民眾手中沒拿著現鈔就不安心 但問題是大家對於經濟體系 早已沒有信心 不敢把錢放銀行 銀行裡的鈔票不夠 就連外資企業都領不到 歐元及美元現鈔 再加上古巴的匯兌 常年混亂 政府公定價是24批索對1美元 但是一般民眾去換卻是120批索對1美元 地下市場更喊到350批索對1美元 而近3年來惡性通膨狂飆到50%以上 生活快過不下去 共產時代的老陸糧食配給 再度成為很多人的生活支柱 沒有製造正工業的底全靠觀光稱 在美國嚴厲制裁下 歐美遊客大幅減少鮮豔的老爺車天天空車 判不到歐美遊客現在古巴轉向拉攏 中國大陸以及俄羅斯 俄羅斯遊客千里迢迢來到加勒比海 但畢竟還算是少數稱不上主要客群 古巴真正賭的是中國大陸市場 5月初宣布對大陸遊客免簽 5月底北京第一批對古巴直航航班 將大陸遊客打包直送哈瓦那 陸客大戰太方便了免簽秒通關 一道飯店還聽見了熟悉的聲音 唱的是中文甚至連menu都能無痛瞄懂 酒店裡面開始有中文配置 房間上面的話呢以前來的時候 傳都是西班牙文 那現在的話呢會有很多一些 例如說這個中文的一些菜單 直接附上翻譯 飯店業也已經摸透了中國遊客的禁忌與喜好 雖然不存在四層 雖然不存在任何的房間 而八點是 好幸運 好幸運 知道客人很常常喝很多酒 酒店 只是給他們很溫暖 這樣的全面銀河 當然就是希望中國大陸遊客多多益善 來海瓦馬拉呢一定要喝上一杯 還有這個老爺車 一定要坐一坐老爺車 只是除了大飯店能夠全力配合外 街頭小販坦言有困難 其實我們不可以跟他們說話 因為中國常常說是蘑菇 而在中國常常說是蘑菇 同時如果你喜歡的話也歡迎訂閱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再讓我們來看到報告大家看NBA的時候 都會不會注意到上面的Logo呢 這個側身的身影 現在變成了NBA標誌 也被是稱為Logo爺的NBA傳奇球星 叫做威斯特 不過現在傳出他12號 在家中逝世享受86歲 很多的籃球之神 喬丹還有詹黃這些球星 都發文向他哀悼 由川普幫忙佩戴勳章 一臉效益的威斯特 2019年時獲得國家頒發 平民最高榮譽的總統自由勳章 這位NBA傳奇球星12號傳出 在家中安詳世事 享受86歲 消息傳出許多NBA球員 紛紛發文吊念 籃球之神喬丹 在聲明中稱呼威斯特 就像是自己的大哥 而張黃也同樣發文 致敬威斯特這位精神導師 威斯特可說是NBA史上 最享譽盛名的後衛之一 14年輝黃的球員生涯中 都獲選進入全明星賽 不僅三度入選籃球名人堂 還以球員和管理階層身份 拿下9座NBA總冠軍 綜橫籃壇數十年的威斯特 還被暱稱是LOGO爺 因為他當年側身運球的模樣 成為現在NBA標誌的設計靈感來源 同時更是打造兩代 胡人王朝的幕後推手 就連勇士的盛世都有威斯特的功勞 美國藍壇一代傳奇離世 留下了無數令人津津樂道的經典時機 TVB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波蘭的一位Youtuber 他長期都用攀爬大樓外場的方式 來吸引人注目 當然也拍成一面 不過現在是踢到了鐵板 原來是他到阿根廷的首都 布宜諾斯艾麗斯這個地方 非法攀爬了一棟 30樓高的建築外牆 當地的消防員當然非常緊張 用攀爬的方式 而且家用剪刀腳將他固定住 不讓他再往上攀爬 而且在這個救援的過程當中 也引發不少騷動 一名男子身上穿著印有 沒吸號碼的藍白球衣 隻身站在摩天大樓外牆的平台上 隨後伸手敏捷地往上爬行 頭上還帶著GoPro 記錄自己的攀爬過程 沒過多久 消防員垂降下來 用剪刀腳將這名男子夾住 不讓他繼續往上爬 男子反抗後 還被消防員用腳踹了一下 這是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莉絲 危險攀爬大樓的男子 是波蘭知名YouTuber巴諾特 他在一棟共有30層樓的高樓外牆 非法攀爬 爬到大約28樓的高度 阿根廷警銷獲報後前往 從頂樓垂降 阻止他繼續從事這類危險動作 這名YouTuber是世界級的攀爬高手 已經爬過世界各地的高樓大廈 但因為沒有事先經過申請非法攀爬 已經被警方逮捕 警方除了將對他開出罰單 還向他收取救援費用 另外他必須從事服務社區工作 大樓管理公司表示 未來將加強安全措施 避免再有類似蜘蛛人爬大樓的事件發生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